台北中欧盟兼比利时代表处 举办乐成典礼 邀请欧盟 欧洲议会等当地政要剪彩开幕 中欧盟兼比利时代表处代表董国有表示 这是中华民国在欧盟境内的第一个家 也象征双方团结一致 除了新管过程外 董国有也代表总统马英九 包括大寿新勋章给前欧盟执委会副主席瑞丁 仅欧洲议会又台小组主席兰根 表彰他们过去对促进双方发展的贡献 瑞丁曾在1979年造访过台湾 多年来持续与台湾政府友好 他强调会持续努力 希望未来能增进双边友谊 深化发展